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其他国家明明没有感到中国产品构成威胁 美方还要胁迫他们对相关中国企业进行封杀呢 从指控中国信息技术设备留有后门 到生成中国生产的起重机是收集情报的特洛伊木马 再到渲染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气泡越吹越大 同时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 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也越来越暴露无遗 对这些美国政客来说 中国什么先进 什么就是威胁 就要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压 只有中国出口的衬衫袜子 才不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赤裸裸的霸凌霸道行径 美国政客嘴上讲遵守规则 实际上做的却是无视规则破坏规则的事 嘴上讲公平竞争 实际上却不择手段打压竞争对手 剥夺其他国家政党发展权力 这种卑劣行径 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